她在一个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家庭里长大 都是个抱来的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谁也无法预料生活里 埋伏了这么多机关 我正在贫穷了贫穷了 使劲地打哭了 她想与命运决利 谁承向命运的力道 将她推进生活的泥沼 她的奶奶还没出院 她的父亲又来了 她家七二年了 我真的要疯了 张小桃遭遇了这样的生活 敬请收看今晚夜线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夜线节目 我是张岳 人在特别孤独的时候 是非常希望亲人在身边的 虽然亲人也不一定帮得上什么忙 住在江苏徐州附近 一个叫张小桃的女性 现在就处在这种心情中 所以她很想见见自己的爸爸妈妈 一起来看 这是2014年的秋天 江苏省徐州市虽宁县不远的里吉镇 张小桃好久没回来了 这次回乡 她的心里带着一线期待 这若即若离的期待 已经在她生活中藏匿了28年 那时候我奶奶肯定是认为我听不懂 或者说我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吧 她就跟人家说 我好像是几天被抱来的 然后说抱来的时候 就是说里面没有什么衣服吧 只有报备 也没有纸条 说再晚去 多长时间也抱不着我了 她说出一句话 可能就是我不知道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但是从来没有问过她 这个乡下小女孩 淡定地接受了自己被抱养的身世 这个养育她长大成人的家庭里 还有一位80多岁 患有哮喘病的奶奶 以及一位轻微智障的叔叔 父亲和叔叔都是单身 当年穷困的生活 使得她们都没有能力娶妻成家 于是托人抱来了这个女孩子 算是家里有了后代 都是个抱来的 给男友是人来抱来的 她都拿完一丝都给花钱 她把每个都给她拿完 拿完钱又 说拿花50块钱都拿到一个孩子了 都是这样的情况 有点给她手大的时候 比如我小时候家里边非常穷 那个粉条也算是好东西了 这是我印象都非常深的 就是每次炒菜要放点粉条在里边 全部都是给我一个人吃 他们是不会占的 买鸡 人家都吃鸡 我要吃鸡架子 鸡架子也是对杯菜 炒一大喷 全部都倒在我那面前 这是隋宁县的桃李村四祖 离张小桃当年被抱来的地方不远 最近小桃从父亲那里听说 这户人家可能知道一些自己当年被抱来的季节 于是急忙赶过来打听消息 你还知道我当时不是说 是你这双拿老太太到来的 可能在等好趟 可能都等好趟 拿一连抱几个过来 然后这个老太太现在还在吧 可能不在了 二十几年了 她家里边现在还有什么人 苏妍 对 她三哥 对 问她能把他请出来吗 那是这个老太太那个兄弟 兄弟 对 他把他议 一是二十八年前的旧事 二十八年的时光并不算太久远 但是据大家回忆 当年把小桃抱来的老太太 几年前已经离世 但是老太太的哥哥还住在这个村子里 于是张小桃决定再去碰碰运气 看看能否有新的收获 对 就是说 她当初抱的 她当初是不是还抱一抱 那多少年了 对 都下多少年了 她办事咱不知道 她是还对什么 对什么 她能不能说 咱还傻什么夸子 早就知道 快三十年了 二十七年了 二十七年了 你把鞋收拾 这小孩是从来 不是 这个没有事 没有办 老大爷警觉地回绝了张小桃的询问 但是给出了他妹妹女儿的电话 当年就是他的妹妹把张小桃从外地抱来 并且交给了小桃的父亲 如今老太太去世 哥哥又对此事一无所知 但愿张小桃能从老太太女儿那里 得到些有用的信息 老太太的女儿并没有接电话 自己母亲当年做的事情 在她的孩子那里没有任何交代 张小桃寻亲的线索又断了 我意思如果现在问的话 这个结也不清楚的话 这老太太也去世了 我总感觉还挺难的了 这现在也不知道从哪头找起了 我想就是 如果我是被 被抱养的 然后我在想我的父母 他们 他们有没有在找我 然后感觉 找的线索这么难 有时候想想 如果他们要不找我的话 我要找他们也是找不到的 那都姿势反正说不上来 那挺尴尬的吧 其实 这次寻亲是张小桃 28年人生里的第一次 尽管他一直都知道 自己并非张家的亲生骨肉 但是他也从未真正动手 寻找过自己的亲生父母 直到两年前 家中的一场变故 使得他对自己亲生母亲的渴望 达到了顶峰 我从小到大 也就二十多年了 我虽然知道我是抱养 但是我从来没有去踢过 也没有想过去找 因为就这自己再怎么说 也有三个老人通我的 没有想过去找他们 后来那一次 就是自从小孩得着病之后 是要换骨血 有那样要非常大 寻找失踪28年的亲生父母 为的是就自己患上白血病的孩子 听起来这是件十分迫切的事情 但是事实上 张小桃的内心渴望 并没有替换成他的寻亲行动 那么到底是什么 拖住了这个已经成年的女子 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而那个需要换骨髓的孩子的病情 又到了怎样的地步呢 围观 巨龙七嘴八舌 被拐卖的呀 基本上都是男孩 被遗弃的呀 一水式女孩 重男轻女呗 想想这些狠心的爹妈就生气 还找他们 找什么劲啊 你看这就符合中国一句老话 叫人各有命 人家这边那叫一个有钱任性 有的人呢 那叫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有的人是爹疼妈又爱 可有的人呢 那是孤单又可怜呢 所以说呀 每一个人自个儿啊 都别瞧着别人过得有多好 自个儿过得有多糟 都想想自个儿 也还有不错的那么点 珍惜自个儿 现在拥有的吧 别这山望的那山高 说这找爹找妈呀 我刚才新闻里看见 说有个美国姑娘 又家里过得特别好 什么家长是律师之类的 就是有一心事 这爸妈妈呀 是外国人模样 那闺女呀 怎么是亚洲人模样呢 后来这美国爹妈 就跟孩子说了 说其实你啊 是我们从中国抱养的 这姑娘就犯了心事了 跑回中国 又学中文 又坐地铁 满世界各处打听 说就想找着自己的亲人 我也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看他们一眼 知道他们过得都挺好的 就行了 现在呢 据说已经找到 当年抱养 他的那个福利院的 那个负责人了 说我还记得这小孩 我经手的 但是要找亲爹亲妈 恐怕是很难找了 我们这儿的孩子 一种呢 是父母双亡的 更多的呢 就是弃婴 女孩不要了 扔了的 也没留什么线索 你说上哪给他找去啊 反正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 这姑娘是1995年3月17日 由厦门市开园保营至现场 送到厦门市儿童福利院的 但愿能找着吧 说到这个白血病呢 我也听说一个新闻啊 一个12岁的严惩女孩叫陈婷 长得那叫一个特别的可爱漂亮 可是呢 特别不幸患上了这个急性的白血病 父母特别急啊 一个朴实的农民 这一对父母呢 凑了十万多块钱给他看病 但是背水车薪根本就是力不从心 大夫说呢 其实还有一线希望 那就是亲生父母配型呢 有可能成功 哎就把他救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父母犹豫了 那么一个惊人的真相 这个时候浮出水面 原来啊 这个陈婷并不是 这一对父母的一个亲生女儿 是别人抛弃的 被这对父母好心人给抱养的 那现在呢 他的这个养父母 十万伙计的 在找陈婷的亲生父母 只有啊 当年这个抢保中啊 有一本书 这个书上呢 写了一句话叫 河南省州口市 泰康县的字样 成了一根救命稻草 唯一的线索 但是这样 找来找去 目前也没有任何的进展 你想一个县城 也几十万人呢 多难找啊 所以为这孩子祈祷吧 你说这人长大了 结婚 结婚生孩子 这都原本都是很正常的 也没人说 不让你们这么干 可问题是 您要把这孩子生下来 您就得对他负责 您不能说生下来之后 我有能力我就负责 我没能力就赶紧 不是卖了就扔了 您这干嘛呢 您这得对生命有尊重 您 哎 真没法说 现在这当爹骂的 关于这事啊 七嘴八舌的议论还多着呢 28年前 一对父母做出决定 把刚出生四天的婴儿 送给了一个中间人 或许是因为家庭太过贫困 养活不了 也可能仅仅因为 她是个女孩 或许还有什么 我们猜不到的其他理由 总之 这个女婴 成了另外一家人的养女 而她的亲生父母 则缺席了 这个孩子的长大成人 成家立业 也错过了 她所经过的创伤累累 内外交困的28年人生 那时候听别人说的时候 我就肯定 我是百分之百是保养 但是在我嫁给人面前 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字 因为我奶奶非常敏感 她一听说 别人在我面前说 我是保养的时候 她有一点害怕 就害怕我长大了 肯定要走 所以我就在别人面前说 我不是说 我就是 我就是知道 我现在是保养 我不会走了 所以从小 在我的心目中 就是说 下一种决心 我长大肯定要找亲 就是说 我结婚也要找女婿在家 我不会就是说 嫁到别人家 就有一种想法 我要把这家冲进来 80多岁的奶奶 一辈子单身的父亲和叔叔 在这个家庭长大的张小桃 作为最有生命力的新生代 十几岁时 就开始替家里老是懦弱的长辈出头 被人欺负得多了 一种本能的自尊和骄傲 开始在这个女孩子的内心萌芽 因为我们家当时是突兀嘛 就是那种晚方突兀 人家就想了 你肯定要盖房子对吧 盖个要平方啊 然后才能就是说 找一个好对象 有的像人就说 给你找个对象 意思帮你家盖房子 是难放人 好像意思就是说 他们那边花钱多嘛 而我那时候心里就下证决心了 我自己打工赚钱盖着房子 我肯定不要别人给我盖 就是说从17岁去打工嘛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想上学 就是假里没签 一屋的那边工资 当时12小时挺辛苦的 我用做那个化妆品 直加油 那时候手啊都走了 全部起泡了 那时候是有五毛钱的米饭 五毛钱的素菜 素菜只要不吃 那米饭可以顺便加 那时候菜都不敢吃 就有时候能加到三份米饭 因为刚好17岁那时候 我弄吃的时候 一个月下来生活费 其实他用了一百多块钱 所以我爸送鱼的 还有第一个的工资 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第一个我记了将近八百块钱回家 张晓桃很快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他给自己设计了一份 最适合这个家庭的未来计划 打工挣钱盖房子 然后找一个上门女婿 我要存钱盖房子嘛 建筑就两菜拈下来吧 就是我家里现在盖的平方 上面加的一个瓦方 就是说全是我 等于是我打工赚的钱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要找对象 我就不要那么 就好像说我找不到好一些的呀 或者说 然后我在想 我要找跟中常人一样的 跟我通流呢 然后长得也不要 就是太客战的 后来打工的起见 也是老乡吧 他跟着我另外一个朋友 就是两个人啊 帮我介绍就是安徽的 你爸都感觉 我还能说到这么帅的 我就说当时就问他第一句话 你愿不愿意去我家 他当时说随便 他妈妈也死了 他是这个男朋友 也是给沈阳长拉的 他也挺苦的 那个时候我没聊天的话 就在想 我也是这样的 你也是 他也非常懂事 十几岁就捡破烂 那我都在想着 以后肯定能过好对吧 相同的人生际遇 使得张小桃 觉得这个年轻人 必定可以体会 他所经历的那些人生苦楚 而他年轻英俊的外表 又满足了这个女孩 所设定的未来生活标准 于是结婚生子 但是现实 总不如想象的那般美好 我那时候半春到 我不相信他会 在外面 就是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吧 所以自从人家一给我说 再给我看到一些照片 我在那上班上班了 然后每天都哭啊 每天打电话 每天问问问 你怎么会这样对我的 我都觉得我一个人在那边 舍不得吃 舍不得串 就好像平平赚钱 平平赚钱 就为了这个价嘛 就就是你到我家 挺委屈的 一个大男人 好像又不是年龄太大 总就是挺委屈的 然后我一直为了着想 就我内心想 只要我能拦过来的事 我不会让你去承担 就好像什么事情 都被我拦过来了 她讲从来给习惯 她不问了 啥事也不问了 像我奶奶说不定了 叫她回来给她 给她要钱也不给了 就说没有 这个女人用自己的辛苦劳作 承担了本甘两个人 共同负担的家庭责任 丈夫在外的不归生活 还没有个了结 很快张小桃又得到了 留在家境的孩子生病的消息 因为她不出来玩 外面小朋友都在一起玩 她不出来玩 在家里看见事 我听她扳后来 买东干了吃 她也不想吃 然后我家亲戚就说 哎呀小孩怎么那么瘦的 说带去检查一下吧 刚开始也没去在意 就是爬楼梯 她说也爬不动 然后腿上都有一块 一块的那个瓊子的 然后去那个 喝了一半游泳 人家小孩都没有感觉 他就是我家 那个二子嘴都是发紫嘛 哎呀我又下死 我赶紧带上来 然后就是接着就在医院 医院当时就说 你这根本就不是发烧 或者感冒那种状况了 说肯定会有 肯定会严重了 医生直接就跟我说了 白血病就确认了吧 当时我就坦了 坦得定 我也不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我现在平静的 平静的 使劲的大哭了 都那种 根据相关政策 国家可以给予白血病患者 部分报销 但是很快 张晓桃发现 儿子所得的白血病种类 并不在报销范围之内 只有M3可以给报 也不用换骨髓 所以当时 我家这个插出来是M1 就是我那个病 娶三十多个小孩中 就他几个 我有时候在想 老天爷 你为什么那么绝青 我每天都会想 怎么 就是好像 他到我身上了 好 为什么还一次次给我嫁重 所以那时候 我以后就说了 你这必须得换骨髓 从那以后 我才听人家说 比如说换骨髓 要亲亲啊 就是我亲生父母 或者说兄弟姐妹 独自在医院 受着孩子的张晓桃 分身乏术 他指的给丈夫打电话 希望在这个患难的当口 能有人来帮他一把 在人民医院 是在这看过几天 当转当去住 他就去山东了 我说你能不能来一下 给我照顾一下 他说我去了什么用 这也是他冤化 他说我去了 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去了什么用 我都把电话挂了 我说以后你放心 我不会找你了 丈夫在自己最绝望的时候 选择了逃避 面对着身犯重病的孩子 张晓桃感觉到 从未有过的孤独 他没有能力 舍下病重的孩子 去寻找生生父母 哪怕是这种寻找 有可能给孩子的病情 带来一线转机 他就是一直在逃避 一直到小孩亲一天晚上 枕子就是冲出不了 赶紧打电话 你快来 我说肯定是快不行了 因为当时少了四十多度 到那之后说 我太累了 就躺在那里 然后我说 我这两天两夜 我都真的是眉眉上一下 我就没有睡过一分钟 就那最后两天两夜 我说我现在实在累 我说你能不能 给我倒点水帮我洗 就给我倒点个洗胶水 他就不动 然后我儿子就说 他说爸爸 你现在都得去倒水 给妈妈洗胶 要不然我就扭你耳朵 那时候我多难受 我为他付出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理解我 他才四岁多 五岁小孩 所以说我当时 他也就听他们了 说好好好 我一看他也就起来了 我说你帮我看一下 我就说你帮我看 我就这冲突了 我说我想眉个几分钟 因为当时小孩可都难受 打镇镜剂 我说我就是两分钟 我可能太困了吧 当我压醒来的时候 我就看他在那歪书记 我就看我小孩眼泪 一直流到脖子上 流到眼角 那个头发都湿了 我看他好像就没有 在喘气的那种 因为当时我要睡的那一会儿 他还说妈妈你搂着我睡 我当时也搂了他一会儿 我就想我能不能自己躺着 睡个两分钟 就能不能睡那么两分钟 当我醒来的时候 我就不在了 我问妈 我说你看到吗 小孩都没有钱在这 导致着一种抢救 半个小时 没有抢救过来 我就恨我自己 为什么要睡那两分钟 当时一种也就一死 不凶了 我也解释不了那现实 孩子走了 留下这对年轻的父母 他们手上 还有当时热心的徐州人 捐献给孩子治病的 一万两千元捐款 而此刻 这个一贫如洗的家庭 正面临着六万元的欠债 我当时就想到 这千人就变了 我不可能去用它 我用了 我家小孩死不瞑目了 我就这样想 我就把这一万二 到时一万两千零几百万 当时我就要捐出去 他说你捐一捐捐 你不把这方子也捐出去 到时就这样讲 因为我家里住的那 他说你不把这方子 也捐出去 所以我就没法跟他沟通 背负着六万元债务的张小桃 终于还是把剩下了 一万两千元钱捐了出去 他希望靠着自己的努力 还上那些欠限的债务 但是原本应该和他共换她的丈夫 此刻却失踪了 小孩走过有四五个月 五个时候我就去他那边 我都在想我要去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个状况 你要真的去找上了 我就扯迪私信了吧 去了时候也是他们那边 就是在一起上边的朋友吧 然后给我说了一些事 一开始都没有人说 都看我跟他洗衣服做饭 都觉得挺好的 说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他们也实在看不下去了吧 然后他们就说 哎呀我是在看不下去了 我现在真的是忍不住了 想跟你讲 就是一次他找了一个 随随随随在那 然后一次要帮人买 这帮人买那 还有跟人做饭 跟人吃都这样 这些话题多打击 我太刺激了 真是受不了 我就是那种 就感觉我真的要疯了 我把所有东西 直接生活 看哪跟别人生活的东西吧 我都给他帅了 帅的时候我又回来 我后一次肯定要离婚 必须离婚了 儿子离世 丈夫出轨离婚 这个当时只有26岁的女人 感受到了生活里深深的恶意 但是属于她的磨难 并没有结束 是千年总天 大约可能也都在 十一二两天的时候 我记得天也比较冷 当时好像都是 大小她 去的一个三名车 好像三名车 带着她的奶奶来住院 当时我来看以后 全是负重 营养状况也非常差 精神也非常不好 我奶奶她本来以前 就是有那个哮喘啊 飞气症啊这些 一年患的病嘛 在就是说 小孩足够有三四个月吧 具体多少啊 我忘记了 然后就说非常严重了 严重到就是在镇院住院啊 一生不给治了 她的奶奶还没出院 她的父亲又来了 父亲啊 长期的执气管炎 飞气中 船 也来住院吧 也来住院吧 就说我们要想你住院 感觉这个小孩太不容易了 那时候搞好我爸爸 也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都是老年幼嘛 也在住院 然后我鼠呢 巧了 在工地上被一个 大挖掘机那个 甩到了 当时检查后 人肋骨断了几根 这些命运里安排的情节 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在张小桃的生活里 依次倒了下去 家里的三位老人 几乎同时住进了医院 奶奶的哮喘病 父亲的肺气中 而意外受伤的叔叔 除了肋骨断裂之外 还发现患上了脂肪瘤 当时九季来 我都感觉我每天都 就要杀似的 探到我一人身 我都每天都回来 就觉得怎么 我一人要承担那么多事 为了照顾医院里的 三位老人 同时还面临着 巨大的医药负担 张小桃不得不 每天打两份工 一边要在保险公司上班 同时还要在美容院兼职 他们几个公司 特累 然后七天都是 护理机的时候 那时候天气 今天冷了 下大日 我困到 骑电梦车 他可追了 我三次 就是骑着骑着 我困到 我都想 我能不能在这路边 听个经文中 然后我想着 还得赶到店里 因为我就要那店 我去晚了 他们又没扣我工资 我在如果不去的话 也没有工资 而对不起店里边吧 就想着 我能不能快点到水牛 然后打瞌睡 到车子 自己歇到中间 被大喇叭给我 下喇叭给我按 这下 然后我骂 我都打瞌睡了 他家接二连难 都是这样 要不他要是 想着那小孩不管 早已这个家庭 散了 这段人生最黑暗 无助的时光里 张晓桃想象过 自己的亲生父母 那是苦难生活里 对亲情最本能的 依赖与投奔 但是现实世界中 这个矮个子姑娘 却没有怨言地 照顾着三位 与自己毫无序缘关系的老人 只因为他们把他养大 只因为他怀揣着一份 天然的水晶一样的善良 就是说 我必须要找亲父母 他们能帮我分点什么 我没有这样想过 我都没想过 好像以后 比如找到他们 就是说 我去偷看他们 或者说 我跟他们走得非常近 这个也没有想过 可能觉得自己的 审视特别特殊吧 老是什么事 都谈在我身上 好像有一种疑惑感 老是想 我到底是哪里人 我父母什么样的 怎么老是这事 都叹到我身上 就想着他们要知道 会不会心痛我 有时候我有这种想法 可能那两年 真的是见不到阳光 就是想 自己可能就这个谬运吧 但是我没有埋怨过 我家里人 只是我在想 我要不是在这家庭 我都不会救我们的事 既然叹到我身上了 我必须得去做 我就是说 可能这就是谬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我们今天再聊一个被遗弃的 叫张小桃的女性的生活 道场嘉宾 媒体人大册 心理专家 百岩仪女士 欢迎两位 我先向张小桃致敬 我觉得她特别了不起 邻居都说了 她可以不管 她不是这家的孩子 一家的老人 老的老病的病 然后这孩子坚决不走 扛着所有的生活 中担照顾这些老人 而且我特别感动的是 大家捐给她孩子治病的钱 到她孩子去世的时候 还剩一万多块 其实她背着六万多块钱的账 她没拿来填自己的窟窿 她说人家捐给治病的 孩子去世了 就不能随便花这笔钱 这笔钱得捐出去 她又转捐给了别人 声明大意 真的 她是一个特别正直 特别要强的女性 天然的水晶般的善良 就是让人想不通的是 凭什么好人没好报 凭什么倒霉事都找她 孩子生病 这咱不说了 现在竟是小孩得大病的 这个就够倒霉的了 然后呢 丈夫完全指不上 没这么不同的事 婚姻不幸福 孩子都不行了 丈夫还玩手机 然后那个还外遇什么的 就是什么都不管 不替她扛 好不容易把这事给熬过去了吧 奶奶也病了 什么爸又喘了 叔叔又磕着碰着了 就一家没好人 全只是这姑娘 就是人怎么能那么倒霉呢 我是觉得咱们刚才说的 有些不成立的地方在于 比如说孩子得病这件事情 可以用倒霉来形容 但是它并不是我们造成的 也就是说 其实孩子有病的家庭有很多 还有像奶奶生病 爸爸叔叔生病 说句不该说的话 可能这个岁数也到了 就该是一个身体比较 虚弱的年纪了 所以可能也没有 比别人的家庭更不幸福 但是我唯一觉得 他们家庭是需要经营 而且有待经营之后 可以得到改善的 就是他们的夫妻关系 这个倒是一个挺大的遗憾 这个男的怎么回事 我不了解这个男的 我就看着他奇怪 这个女孩这么懂事 对他特别好 一切照顾 然后这个男的 就完全不体谅这个女孩 但是这个男的出去 给别的女的做饭呀 给人家买东西 懂事去了 这我觉得就错就错 在张小桃 他对于他前夫了 应该叫对吧 对于他前夫太懂事了 就是你去 因为我们说张小桃 他从小因为是被人家 遗弃的 然后被抱养的 所以他就自个儿觉得 自个儿要得点爱吧 他内心当中就觉得 是一种愧疚感 就是我这么一个 不值得的都被扔了的人 然后你还有人爱我 我配吗 我不配 那这时候如果你爱我了 我就得把我所有的东西 都还给你 都得报答给你 这时候我才觉得 我内心是平衡的 但你说这个夫妻两口的 他有责任 责任你不去让他 完成他的责任 他就没有那种责任感 就没有存在感 所以这男的说 我在我媳妇这儿 他也不用我洗衣服做饭 也不用我挣钱 也不用我给他做饭 也不用我给他买东西 那谁用我 那我有价值感呀 所以说实话 他那个前夫啊 一方面是源于 他也是一个孤儿 很早就没有父母了 所以家庭观念不是特别强 但更主要的一方面 可能也对张晓涛 也还有一个启示 就是你在生活当中 如果给予这个男人 这么过度的一种溺爱的话 那别说这样的男的 好男的没这儿 过两三年 也让你给宠坏了 许大侧 男性说是这样吗 就如果妻子太懂事 太能干的话 基本上这个男的 后来就废了 其实白老师 说出了一部分心里话 有的人人就是比较任性的 比较随波逐流的 比如说片当中 张晓涛讲过一句话 我印象很深刻 他说我把所有的活都揽过来的 该我做的不该我做的 都揽过来 我让他闲着 还有一句话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闲着无视就生非 特别心酸 他说我打电话问他 孩子这样你管不管 那个男的说 说已经这样了 我出现又能怎么办 然后他说 好你不管 你不管我管 这句话的味道 我再也不找你了 我再也不找你了 有点什么意思呢 就我跟你借钱 你还不还 你不还 你不还是吧 你等着白老师 你要不还的话 我就不要了 这种声音很大的抗议 其实是很软弱的 就你看起来他呀 就是很坚强 很懂事 但是他怎么那么好欺负啊 凭什么夫妻关系当中 你表现的是好欺负 他欺负你呢 你应该说出你的诉求 你应该别那么强硬 你应该学会示弱 同时你应该寻求他的责任 他的担当 他的帮助 也就是说 用于时髦的话来讲 你要适当地学会 撒娇跟任性 其实从张小桃的辛苦憔悴上边 我看到了好多女汉子 就生活中有好多这样的女的 极能干 但是 特操心 特累 付出了一切 知不落好 所有的人都觉得 他干了所有的事 全是应该的 一件事没干好 人都埋怨 对 一般来说 这样的女的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呢 就是从小自己就得操心 生活环境有问题 然后在这个环境里 他得扛 当他被迫承担之后 承担就成为一种习惯 最后就成为无所不在的身上手 包着所有的事 所以张小桃从小 他被这一家收养 这一家是典型的弱势群体 一个老太太带俩儿子 一个儿子弱智 那么家庭由于太贫困 两个儿子都娶不起媳妇 所以这个家没有小孩 于是就收养了这么个小女孩 本来就是被人遗弃的就有自卑感 进入了这么苦的一个家庭 一家子大人老实到 连个话都不会说 什么事都是小姑娘扛 最后小姑娘就是 练成了一副钢筋铁骨 就什么事都是自己应该的了 对 他会反弹 就是说这个家庭太软弱了 需要我撑起来 但另外一方面 他骨子里有一种极大的软弱 或者是极大的悲哀 他无法解释的悲哀 所以他就会觉得 为什么命运这么不公 一个个多米诺骨牌都倒下了 其实让这副牌不倒 唯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他有一个牌可以站住 他只需要这一个牌 那么现在他在寻觅 我的亲生父母吗 我的丈夫吗 还是我的孩子可以立起来 把这牌立住 没有 那现在丈夫靠不住了 孩子没了 他现在只能去找亲生父母 所以我多少理解了一点 他要找父母的感受 好像去在找一个所谓的靠山 但更多是一个情感上的靠山 和他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一个理由 对 我觉得以他的性格 他不是说找来爹妈就要靠着人家 这个女孩过于自立 谁都不靠着 他要找一种情感链接 就是 我就觉得他那个 你也不知道他是真想找 你要说他真想找爹妈呢 他没真去找去 他没努力去找 但是呢 他又从感情上 老那个磨磨叽叽地觉得想 想有个亲人在旁边那个意思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 其实我觉得他一直是在想找 只不过这样的孩子 由于他内心很自卑 所以他对能不能找得到 找了之后人家认不认我 因为毕竟他是被送出去的 或者叫被遗弃的 所以他内心是不笃定的 所以这个这种自卑一直压迫着他 让他自个儿去假装我无所谓 但当他有一天 他的情感世界即将要坍塌的时候 孩子不在了 老公离婚了 三个爱他的人也都老去了 这时候他对情感那种强烈的支撑 未经许多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